好,同学 上一段影片呢,老师已经介绍完了 我们这个气体动力论这个单元里呢 主要要讲什么内容 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切入到主题 来正式来讲一下什么是气体动力论 好,首先呢,老师喜欢说文解释一下 气体,顾名思义,就是讨论GAS 对不对 有不同的气体,所有复数GASES 那动力论呢,动力这两个字呢,叫做kinetic 论呢,是理论,叫theory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力 但是在说什么 想想看哦,为什么气体会有动力论 没有错哦 因为气体是不是很多很多数量很大的微小气体分子 没有错嘛,对不对 那这些分子会持续怎么样 进行什么,会进行运动 嗯,所以这个动哦,就是运动 那你想想看,运动是不是会产生碰撞啊 就像这个容器的一个气壁 那这个,这个点点啊,就是它的这个气体分子 那它做碰撞的时候会怎么样 碰撞会产生动量的变化 哎,老师啊,什么是动量 哎呀,这个以前在国中 初中是不是有学过啊 p等于mv,有没有 动量,哦,会产生动量的变化 哦,动量变化就会产生什么 就会产生了力量,对不对 也会产生压力嘛 有没有 哦,所以这个动就是运动 哦,你也可以想想看 就是一种碰撞,就是一个动量的改变 那个力呢,探讨什么 力就探讨这个气体会产生压力 哦,碰撞到这个气壁就会产生压力 那不能免熟的呢 我们来稍微讲一下这个历史 哦,原来在1857年 有一个科学家呢,是克劳修斯 他就利用一个简化的一个气体的模型 哦,假设这个容器里的这个气体分子啊 哦,指在垂直于气容器壁上的路径运动 假设哦,哦,这是一个假设 因为它的路径哦 哦,气体碰撞啊,有各种方向 那我没办法去一一描述每一个气体分子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就假设 它们会产生一个什么 会产生一个合力 哎,那合力呢 作用在单位面积上 就会产生压力 有没有 哦,所以P等于F除以A 哦,它就是简化去描述这些气体分子 最后呢,就导出了理想气体的定律了 那当然啦 同学如果越来越学越多 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你就会做点功课 好不好 去查一下 谁是克劳修斯 反正这是一个以前的一个科学家 哦,或者你们上大学之后呢 哦,你们就会学到更多 像是热力学 哦,这个大学热力学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学科哦 哦,它会分热力学一热力学二 哇,这个是有得学了 哦,那我想到一个问题 嗯 嗯,你知道这个克劳修斯是以前的科学家 对不对 那你知道现在的科学家 现代的科学家大概都出生在哪里 现代的科学家都出生在哪里 三二一 有没有答案 现在的科学家都出生在医院里面 哈哈,冷笑话一个 哦,那我们接下来呢 要见识切入到气体动力论 你会说老师 接下来你在五分钟之内要介绍什么 对,气体动力论 你要了解气体动力论 就要了解理想气体分子的基本假设 好的,老师的这个讲义 已经切换到理想气体的基本假设了 哦,这一边呢,有点枯燥,都是在讲一些历史 那,考试的话呢,如果是小考的话呢 就会比较考比较细 就会考到这些 那如果是大考的话呢 这些呢,就比较不容易出现考题 好,这有点像历史啦 我们来看看历史上在这一块怎么说 他说啊,理想气体的基本假设有几个重点哦 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呢,理想气体是由极大数目的分子所组成 重点在于极大数目 而且呢,分子的运动是怎么样 是随机无规则的哦 就像刚才老师不是有看到一个画一个图吗 气体分子的运动呢,是很不规则的 有时候这样撞过来,有时候这样过来 所以是随机无规则的 因此呢,在任何一段时间内 各方向运动的分子数目皆相同 这是一种假设啦 因为我没办法一一去描述 对不对 所以我只能用统计的性质去做分析 去简化整个描述的情况 那第二个假设是什么呢 第二个假设是这样的 因为气体分子啊,跟分子之间的距离比分子的直径大太多了 所以呢,我们通常在低密度下呢 气体分子本身的总体积啊,跟气体占有空间的体积啊,相比是非常小的 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什么,可以当做直点 这个体积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那第三个基本假设是这样的 分子呢,我们可以想象成就像小钢球,小钢珠,或者是这个像撞球 有没有,它们之间会产生碰撞 这个碰撞,我们假设它是一个弹性碰撞 就像撞球一样,你今天有没有去打过撞球啊 撞球你这样打过来,你是一个弹性碰撞 你的入射角跟反射角是要一样的 这是可以去假设它是一个弹性碰撞 而且呢,遵守牛顿的运动定律 然后呢,碰撞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如果除了碰撞之外 分子之间是没有任何作用力的哦 我们只会考虑极短接触时间内的弹性碰撞的情况 那所以呢,其他时间呢 我们都把它当做一个等速运动 这就是在两次碰撞之间 就是说其他时间内 其他时间,只有在碰撞之后 我们把它当做弹性碰撞 没有碰撞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当做等速直训运动